哈喽大家好,又快到新年了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熬了猪油,做了芝麻馅 包了芝麻小汤圆 那今年我们换换口味 我们做鲜肉汤团 那如何调鲜肉馅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因为之前我做过这样的视频 那今天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 放在描述栏里,供大家参考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和粉煲汤团 这里是200克的糯米粉 和200cc的凉水 那如果是100克的粉 就下100cc的水 粉和水的素质是一样的 这样就比较容易记牢了 那在这个尺寸上呢 可以稍作调节 那倒水的时候呢 杯子里最好再留一个底 不要全倒碗 因为你的200cc可能会超出这条线 那多一点点的话 粉就有可能会变得很湿 那么你现做现煮的话呢 粉可以稍微湿一点 没有关系 如果你要冻起来的话呢 这个粉团就要稍微干一点 不容易走形 那再有 如果你选这个面团 有点干的话呢 加水的时候 要特别流心 真的是叫一点一点加 多加一点点哈 这个糯米粉团就有可能变很湿 那见过不少人的 粉干了加水 水多了再加粉 然后越加越多 那和好的粉团 就这样在手掌上 搓捏一会儿就可以了 然后差不多用25到30克 做一个汤团 先揉成一团 中间挖一个糖 拇指伸进去 尽量往里伸 往深处跑 边缘尽量用薄 然后放手中间 这样握住 握一个大糖 放肉馅 然后这样封口 如果这里有多余的 可以拿掉一点 最后这样 揉成椭圆形 那你有没有发觉 在做的时候哈 这个粉团 会比较集中在这个部位 而且呢 也很难避免 那我们可以试着 用另外的一种方法 也是这样先给粉团搓圆 边上尽可能薄一点 比中间 然后肉馅放中间 这个肉馅可以弄得稍微长一点 然后就这样裹上去 这里多出来的面粉可以把它拿掉 这里多出来的面粉可以把它拿掉 按光滑 这个底可以朝下放 第一呢 比较好看 再有呢 就是这个接缝可以缝合的更老 那记得如果现做现煮的话 容器上一定要撒些干面粉 否则你就拿不下来了 接下来水开向汤圆 水要深一点 下水后马上搅一下 尽量不要碰汤圆 搅动水就可以 让水来推动它 然后大火煮开它 前几分钟可以用大火给它滚一滚 大火滚个两三分钟后 后期一定要转成小火 就像这样 只要到废点就可以 不要让它滚得很厉害 让它捂熟 否则外面糯米都发开了 肉馅还不一定熟 那一般鲜肉汤团好 下水后至少要七八分钟才会熟 如果你冻柜里出来的话 一定要加多个两三分钟才保险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